第一章 工会掌权以后 波兰经济转轨数平 一 从休克疗法第一案例到维谢格拉德模式 波兰是东欧巨变中的带头羊 也是苏联东欧国家中巨变后迄今为止 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国家 但同时 波兰却也是巨变后政局最为波动的国家 1989至1999年十年间 先后换了八届政府 街头游行与罢工犹如家常便饭 许多转轨国家只是在巨变前后公众政治热情高涨 不久便冷了下来 而波兰的民主游戏却一直很热闹 同时 这却并未影响波兰经济在此期间的快速复苏与增长 这比所谓休克疗法更体现波兰特色 因此 在中东欧转轨国家中 波兰堪称为民主私有化 公会统治下走向资本主义的典型 如果说捷克私有化初期模式的特点是全民持股 匈牙利是外资持股 俄罗斯及若干独联体国家是官僚寡头主导的内部人持股的话 那么波兰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浓厚的内部人持股 或者说是典型的雇员股分支 但是正如捷克 匈牙利 俄罗斯后来都在变化一样 波兰的体制因其内在的矛盾与悖论性 而经历了不断的调整 总的说来 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 经历十余年的过渡之后正在缩小 显示出殊途同归的态势 然而同归并不能抹杀殊途的意义 1993年 波兰、捷克、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四国 在维谢格拉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从而形成了维谢格拉德集团 这四国地理相近 在二战后斯大林体制形成东欧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前 他们传统上都属于中欧国家 与东正教斯拉夫的东欧诸国 及文化传统复杂的东南欧巴尔干诸国 存在文化历史差异 现实中 这几个国家又是转轨诸国中 民主宪政最为健全 经济发展也最为迅速的一批 号称第一方阵国家 于是如今人们又倾向于忽略这四国之间的差异 把这几个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归纳为维谢格拉德模式 而波兰则是维谢格拉德诸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国 波兰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 波兰国土面积31.27万平方公里 人口1996年年终3864万 国民总产值946.13亿美元 均居苏联以外的中东欧转轨国家之首 在整个东欧前阵营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巨变前波兰经济发展在前东欧地区属于中上水平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民主德国和杰克斯洛伐克 与匈牙利不相上下 而高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余阵营国家 在政治上 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一方面它是苏联的西陵 历来被后者视为它面向欧洲的屏障 对苏联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另一方面 波兰作为中世纪的东欧大国 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 17世纪初以前 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 对俄国处于攻势 曾经进军莫斯科 并扶植傀儡政权 彼得大帝以后 俄转强而波士衰 俄转而西钦 最后在一百多年里 与日尔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 这期间爆发了卡廷惨案等历史血债 致使波俄两国人民间 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 在整个巨变前时代 多数波兰人一直认为 前体制是苏联人强加于他们的 甚至包括波兰左派和正统共产党人 这种观念也根深蒂固 在原波兰战前旧政府中坐牢十年 后来被苏联收留 并于1943年在苏联逝世的 原波共政治局委员中 蓝普 是斯大林清洗波共 屠杀全部政治局委员后的 硕国仅存者 应当说是亲苏的了 但他就曾经留有著名的 蓝普临终遗言 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 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 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 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 正是由于苏波关系的特殊敏感性 苏联对波兰有较为宽裕的一面 如1956年 东欧变革之风起于波兰 匈牙利事件就起因于对波兰人的声援 但匈牙利人遭到苏联军队的坚决镇压 而苏联对波兰却采取了妥协政策 允许1956年上台的波兰领导人 在一定范围内走自己的路 但是在事关阵营基本利益的问题上 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又十分强硬 为此不断与波兰人发生冲突 在80年代初 莫斯科的伯雷日涅夫政权 甚至一度考虑出兵占领波兰 当时的波兰政府赶紧主动实行军管镇压反对派 才使苏联助了手 但波兰政府却因此留下为虎作娼的骂名 成为他后来在苏东波中首先倒台的原因 在巨变前的40多年历史中 波兰形成五年一小事 十年一大变的周期性动荡局面 最终波兰成为导致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在1989年援桌会议协议及其后的半自由大选中 波兰产生了团结工会政府 1990年1月1日 波兰第一届团派政府开始实行所谓的巴尔采洛维奇纲领 在东欧率先着手进行以根本变革制度为目标的系统性的经济转轨工作 作为转轨起点的巨变前波兰经济有如下特点 第一 经济水平虽属中上 但产业结构较落后 波兰虽然早已完成工业化 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 仍有近30%的劳动力务农 农业中有益处马 一百万匹 这在东欧金户惠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 波兰农业的优势主要是进口饲料出口肉的畜牧业 波兰的第二产业中采矿冶业所占比重很大 在传统重工业时代 它是波兰的骄傲 但在后工业信息化和新技术革命时代 它却成了西洋产业的代表 西洋产业比重大 因而成为波兰转轨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波兰著名的西里西亚工业区 是与德国的卢尔 英国的中英格兰 南威尔市齐名的欧洲三大冶金工业 与重工业城市密集代 也是东欧最大的采矿冶金综合型传统重化工业区 波兰是世界第四大产媒国 与美有关的冶金、电力、化工、矿制机械等产业 具有突出的地位 而这些产业均为大型国有托拉斯 集中程度高、转轨困难 同时又属于市场有限、污染严重 高新技术含量低的西洋产业 因此波兰除体制转轨外 还面临着严重的技术改造与产业重组等结构性问题 第二 波兰与捷克在东欧国家中都属于前共产党时代 就具有民主传统与左派传统的国家 但与捷克不同的是 波兰中世纪就实行贵族民主性质的自由选王制 一战后波兰复国以来一直实行共和 除了十九世纪亡国期间 受俄德奥三个宗主国王朝的专制统治外 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比捷克更悠久 在文化传统上 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 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 波兰均类似法国 二战前 它在欧洲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 但另一方面 在两次大战期间 捷克民主宪政发达 而波兰却出现了相当专制的撒纳其政体 两国的祖派传统也很不相同 波兰社会党是撒纳其体制的建立者 而捷克社会民主派一直奉行民主宪政 不过撒纳其政体虽然在自由传统悠久的波兰人看来已是专制得很 在更大范围看 其实还算是温和的 当时流亡的波兰共产党人受到斯大林大肃反的镇压 全体政治局委员几乎都在苏联死于非命 只有在波兰国内撒纳其体制下坐牢的兰博一人活了下来 而事实上 巨变前的旧体制在波兰也比其他东欧国家温和 斯大林死前 波党虽也搞内部清洗 但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大批杀人 斯大林死后 东欧出现非斯大林化 但这一潮流在匈牙利 捷克民主德国都被镇压 只有波兰的哥木尔卡成功了 并开始了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 换言之 波兰历史上实行民主的时间更长 即使在非民主时期 其专制也较为温和 这样的传统在转轨中的影响 便是经济民主比其他转轨国家更为活跃 不仅公共资产处理过程 及私有化过程 公共参与程度高 而且就是对已经私有化的企业 工会 雇员持股 社会保障责任等 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色彩也相当浓郁 这自然给转轨过程带来许多特色 第三 由于前述原因 巨变前苏联允许波兰的经济政策 有一定的灵活性 因此 波兰是东欧最早开始实践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两国之一 另一国是南斯拉夫 波兰的经济学界 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 二战前 波兰左派思想界 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式的设想 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 奥斯卡兰格 卡列茨基等 都以此成名 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的社会主义论战中 卓有建树 战后社会主义时期 兰格等人回国 又培养了布鲁斯等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家 主张实行模拟市场 有限计划等经济改革政策 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 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 使而受到压制 但自哥姆尔卡的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搞起来后 总的来说 他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宽容度 仍是东欧国家 南斯拉夫除外 最大的 尤其在八十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 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 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 1956年后 波兰就终止了集体化 哥姆尔卡以来 波兰一直没有再搞公有制农业 使波兰与南斯拉夫 并列成为仅有的两个保留了小农 家庭农场制度的东欧国家 波兰的工业经济也很早就在奥斯卡兰格 卡列斯基和布鲁斯等人倡导下进行过放权让利的试验 波兰经济的外向程度也相当高 尤其是在20世纪 70年代的盖莱克同志时代 波兰实行大举借债 大进口大出口 以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的路线 使得波兰的整个经济体系不仅与所有金户会国家一样 严重依附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 而且与西方经济的联系也相当密切 但是波兰的体制内市场社会主义效果并不好 由于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内在冲突 而这种冲突又因波兰经济的高重化工结构 显得特别严重 也由于苏联的干预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 波兰体制内经济改革并未取得过 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种一定历史时期的所谓奇迹 从而使波兰巨变前的经济 处于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都较为松弛与紊乱的状态 其中计划秩序的相对松弛 对于后来的转轨是一个有利条件 但是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不成功 又给后来的市场化转轨留下了阴影 第四 巨变前波兰经济虽然长期不景气 但为了求得稳定 尤其是为了在外来强加的体制下增强统治合法性 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都相对较高 特别是在农业领域 波兰在巨变前一方面实行家庭农场制度 农业受到的旧体制束缚 较实行集体化的其他东欧国家为清 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允许 政府在70年代就为农民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 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 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 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 其所谓农业圈制度 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 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织农竞争 1983年教会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 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一般而言 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 是一个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化过程 即一方面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而取得自由 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旧体制提供的保护而遭受自由 前者是机会 后者是代价 对于束缚功能强大而保护功能弱小的体制而言 摆脱它的过程是一个纯粹获益而很少付出代价的过程 我国的农村改革极为典型 而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同样强大的体制 摆脱束缚得到的发展机会和失去保护而付出的代价 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同样明显 例如多数东欧国家的工业体制改革 至于那些束缚少保护多的体制 脱离它的过程则少有摆脱束缚之力 而失去保护的代价却很明显 波兰农民正处于这种状态 在这一点上 波兰农民与中国农民对改革的态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国的农民是推动中国改革 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军 而波兰农民在转轨过程中 表现得比城里人更保守 但波兰恰恰又是农民力量比较强大的东欧国家 农民人口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而且组织程度高 波兰农民党巨变时脱离旧体制下的统一战线 与团结工会结盟 加速了政治巨变的过程 但在此后的经济转轨中 农民党却成了最为保守的力量 它不仅转而与左派结盟 反对实行激进改革的团派政府 甚至比左派 前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 在经济问题上更为守旧 特别倾向于经济保护主义 第五 可能最重要的一点 波兰巨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 以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 而且作为工会运动 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 在巨变前 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 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 工会力量的强大 却使得转轨中的博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 工会吓跑投资者 是波兰转轨期的突出现象 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 往往反复多次 都不为工会所接受 因而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 波兰巨变后的五届团派政府 在理论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但由于其政治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会的支持 至少是认可 因而其活动能力有限 由于工会势力的强大 波兰在企业产权改革中 不能不顾及企业内部职工的利益 捷克市的全民分配 与匈牙利市的面向外资的大拍卖 均难以实现 可以说在工会掌权的条件下 走向培育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 是波兰的最突出的特点 也是一系列的转轨悖论 在波兰表现的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 巴尔采洛维奇纲领及其效果 1990年1月1日 波兰开始全面实施 以财政部长巴尔采洛维奇 得名的一揽子激进改革纲领 在此后的四年间 波兰政局动荡 团派政府四次更迭 但巴尔采洛维奇在世界政府中连任财政部长 或其他经济主管职务 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转轨负有责任 当然 波兰此时采取激进转轨戟战略 也并不是哪一个人个性因素的结果 而在很大程度上 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情绪有关 波兰在1988至1989年间 经济已经发生紊乱 商品极度匮乏 通货膨胀剧烈 国内总产值下降 外债高达490亿美元 国家几乎丧失支付能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 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 是稳定经济的第一项措施 就常规而言 通货膨胀时实行财政紧缩 通货紧缩时实行财政扩张 这是一种正常的技术反应 在一般条件下 也难有别的选择 但是东欧的转型期 通货膨胀 与常规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过热型通货膨胀 生成机制大益 紧缩政策的实施重点 也有所不同 财政紧缩的结果 导致投资下降 企业资金短缺 需求萎缩 使得整个经济出现滑坡 1990至1991年 波兰经济分别负增长 11.6%和11.7%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90年 私人消费下降15.3% 1991年 下降9% 固定资产投资 分别下降10.6%和4.4% 在放开物价之后 1990年 当年的物价猛烈上涨 585.8% 但第二年 即回落为70.3% 波兰经济处于休克状态 波兰的这种休克疗法 无论近期还是远期效果 都具有多面性 而且充满了 祸福相依的戏剧性场景 出乎意料的乐观 与始料不及的悲观 交替出现 舒坎晚味 首先出乎意料的事之一 便是休克不久 便出现的迅速而短暂的舒适 然而舒适不久 便又陷入一个 相当长的虚托状态 前者为休克的反对者 始料不及 后者却给了休克的赞成者 一瓢冷水 1990年新年一时 巴尔采洛维奇稳定纲领出台 社会在一阵阵痛的同时 几乎是从他实施的那一刻起 就感到了疗效 通货膨胀率逐月大幅度下降 从上一年平均三位数 167%的月通货膨胀率 很快下降到当年8月的不足2% 以至报刊上开始欢呼 通货膨胀这个恶魔已被一举消灭 的确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 那么休克疗法要达到的头号目的就实现了 与此同时 经济平衡的其他指标也迅速改善 企业产量虽降而效益上升 财政状况大为好转 国家财政从1989年高达政府支出的 近五分之一的巨额赤字 一变而为休克后半年内 盈于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 另一方面 尽管经济总量缩减 出口却大为增长 尤其是可换取硬通货的出口 在休克后头一年里 骤增至35% 在进口消费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 外贸收支居然从上年的逆差 一变而为创造记录的40亿美元顺差 外汇储备也从几乎枯竭 变为有了可观的40亿美元 与此同时 信誉扫地的磁罗提 以下坚挺起来 成了东欧有史以来 第一种100%自由兑换的货币 外汇黑市自动消失 百姓从抢购美元 以便而为抛售美元 换取磁罗提 仅头七个月内 社会上的25亿美元游资 就因此回归国库 商品短缺 排队与票证完全消失 自战后以来 波兰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 凡此种种都引起了一阵阵欢呼 似乎休克时期 很快就要过去了 然而这种舒适疏乎而逝 当年秋季 宏观经济开始再度失衡 通货膨胀从九月起 又去上升 使全年通货膨胀平均月率 又成了两位数 国家财政再度告急 1990年上半年的盈余 到年底便基本耗尽 1991年又出现了31万亿 磁罗提的赤字 到1992年 更升为69.3万亿 外贸也从1990年的顺差40亿美元 恶化为1991年逆差13亿美元 磁罗提汇价在稳定了一年半后 又开始不断贬值 人们又开始抛售磁罗提 然而在短暂的舒适时 作为代价付出的生产下降 失业增加等 此时并没有逆变回去的迹象 这一时期使波兰的舆论 又充满了沮丧的气氛 直到1992年下半年才建好 类似情况并非波兰仅有 在东欧其他几个实行紧速的国家 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在俄罗斯 1992年1月盖达尔方案实施后 一度出现了物价一步到位后 稳定下来的趋势 二月间甚至在全额三分之一的地区 出现价格缓慢下降的局面 同时国家财政在几个月内 实现了无赤字预算 而剧烈贬值中的卢布 也一度坚挺起来 甚至在二至三月间大幅度升值 从230卢布兑换一美元 最高曾升到70至85卢布 就可兑换一美元 舆论称之为 俄罗斯经济生活中 最出乎人们意料的重大事件 一时似乎俄国经济 从休克中苏醒有望了 然而好景不长 到下半年情况急剧恶化 物价再度暴涨 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 到1993年1月 终于达到月率5%以上的恶性程度 卢布汇率也从1992年6月下旬再度下跌 而且呈加速趋势 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方案的命运也很典型 1990年年初 这个休克方案实施后不久 就被一些人称为奇迹 三个月之内 原先高达四位数年率的恶性通货膨胀 就几乎被完全消除 蒂纳尔一度在国内可以自由兑换 而且汇率稳定 公民与企业的外汇资金流入国库 出口增加 国家财政与外贸收支改善 外债也一度下降 但是不久情况便再度逆转 加上国内政治危机 终于使该方案在实施半年之后便难以为继 南斯拉夫联邦也在马尔科维奇方案失败的同时 分崩离析了 保加利亚1991年2月起开始休克 4至6月通货膨胀率开始降低 1992年通货膨胀率由上年的450%下降到80% 外汇储处备由0.5亿美元增至12亿美元 列幅的汇价也趋于稳定 但是国家财政未能改善 1992年赤字比上年更高 1993年通货膨胀再度回升 休克疗法在稳定 不是发展也不是改造 经济方面几乎具有立竿见影的疗效 体现了经济逻辑的力量 但是这些疗效的不能持久 又表明只有休克是不够的 事实表明 除了短缺的消灭之外 休克疗法的其他疗效 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逆转 而短缺的消灭 如果长期仅以紧缩造成的需求萎缩 按东欧流行的术语叫需求屏障为基础 它本身也会逐渐成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 这就是我们深知其味的疲软症 为什么呢? 道理也很简单 如上所述 休克疗法本身从操作意义上说 是无所谓性资性赦 它只是以严厉的紧缩来纠正经济中的破坏性失衡 以求稳定经济 由于它是以像以前造成失衡的逻辑原因 对症下药的 因此它的疗效具有逻辑保证 就是说只要实行必有疗效 当然如果只是想要实行而却不能落实 或遇到副作用便潜尝辙止 那就不能保证疗效了 但同样具有逻辑明确性的是 休克疗法可以创造平衡 就是说它可以一次性地纠正失衡 却不能维持平衡 要把平衡维持下去 就得有手 或者是看得见的手 行政性的计划机制 或者是看不见的手 市场机制 如果两手皆无 平衡建立起来也难维持 俄罗斯 东欧各国的上述疗效逆转现象 有人称之为第二度阵痛 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 波兰1991年的困境 很大程度上与金户会解体这一外部因素有关 而俄罗斯经济失衡加剧 则部分因归因于休克措施未完全落实 但从根本上说 共同原因就在于 休克疗法作为一种紧缩政策 只能稳定经济 而不能改造经济 因此它本身不能维持平衡 从这点上来说 东欧既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拉美诸国 也不同于1990年前后的中国 前者原有市场机制 休克创造的平衡 可以用看不见的手维持 后者原有计划机制 休克 中国称之为紧缩 创造的平衡 可以用看得见的手维持 而东欧就有点 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味道了 更有甚者 稳定与改造 放开物价与私有化 虽然从长远来说 是互为条件 相辅相成的 但在短期内 某些稳定措施 以及这些措施实行的次序 却对改造不利 例如有人指出 波兰团结工会政府 本应一上台就紧缩银根 但他们直到数月之后 稳定纲领出台时 才与物价改革一起实行 结果在新政府上台后 企业仍然得到大笔低利贷款 并以低于市场的关价 购入大量的进口原材料 及半成品 这是1989年 休克前一年 国营企业在生产下降2.5%的同时 原材料及半成品库存 却猛增20.9% 休克开始后 这些低价投入转化为 价格开放后的高价产出品 使国营企业在休克支出 利润率猛增 尽管销售额与生产力利用率均下降 效益却大为提升 这种虚假的效益 使企业感受不到压力 没有利用舒适期赶快改革 结果加大了改造的代价 使二度阵痛时间拖长 烈度增加 然而弱小的非国营部门 却因资金薄弱 又不能享受关价 没有这种囤积居齐的能力 在紧缩时期 直接受到高利率、高税收 与市场疲软的压力 处境困难 尤其是个体农民 在外源食品涌入 和国内需求疲软的 双重影响下 较苦不迭 以至于在1991年 发生了抗议呼吁外源的示威 总之 从理论上说 宏观紧缩对所有经济成分 都构成同样的压力 但由于种种原因 实际上至少在初期 非国有经济受到的压力 往往比国有经济更大 于是我们又看到一个 不可思议的现象 在非共产党政府上台后的波澜 国有企业反而舒适起来 而私营者却在苦苦挣扎 这种状况的近期影响 自然是私有化受阻 而中期影响 则是私营经济在压力下增强了适应性 国营企业则在舒适中得过且过 一致到二度阵痛来临时 措手不及 跌入剧烈衰退的深渊 中短期影响的综合结果 便是拉开了从紧缩 到私有化的时间差 使逆序演变更为典型 总而言之 由于种种原因 原先设想为 稳定与改造并行的东欧经济变革 在实行中 大多变成了先稳定 后改造的两步模式 波澜市的私有化 在通货财政双紧缩 价格全面放开的同时 波澜政府开始实行 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 但是价格可以说放开就放开 紧缩可以说实行就是行 私有化却不是说话就能化得了的 巴尔采洛维奇纲领中的私有化计划 实际上一直到八年以后 即第二次右派政府执政时期 才接近达到 波澜私有化程度的缓慢 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 波澜巨变产生于群众运动 而群众运动当时恰恰是冲着 前提之下的腐败和化工为私而来的 在波澜最后的两届统一工人党政府时期 当局为了遏制工会势力 全面强化经理权力 试图在此基础上把企业推向市场 结果导致许多经理弄权自肥 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出现所谓自发私有化的潮头 新政府上台后 采取的第一个措施 就是冻结并查清这种自发私有化 而这种清算方式 自然也推后了其他私有化程序的实施 正如有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第一届波澜非共产党政府执政期间 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不是加快了 而是放慢了 关键的一点是 新出现的工会政治家 在政治上以及道德上 都不能接受自发私有化 和经理拥有企业处置权 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自发私有化既被遏制 而合法私有化涉及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 在民主治下 这势必要在社会上和议会内 发生反复的讨价还价 才能形成立法框架 波澜政府在巨变之初 就拟定了东欧最早的全民以证券方式 评分部分国有资产的大众私有化计划 但是这种方案 与波澜工会运动中 职工是工厂主人的观念相悖 在团结工会议员占多数的议会中 这个法案始终未能通过 第二届团派政府 即别来刺激政府时期 该法案被议会正式否决 有趣的是 到团结工会政府下台 左派重新上台后 类似的法案 才在民主左派党政府主持下被通过 但是那时已是巨变五年之后 私有化大事已成 通过分配投资券建立平等起点的捷克式功能 已经无从发挥了 其次 即使私有化的立法框架获得通过 在其具体实施的每一个案例中 也必须与利益有关各方 及其工会进行反复磋商 原克拉科夫地区的列宁冶联合企业 聚变后改名叫森吉米拉冶金股份公司 它的第一个私有化方案 是原国家工业主管部 与一家加拿大公司谈判拟定的 当时即被该企业的三大工会所拒绝 后来由政府主管部门 三大工会代表 企业技术管理部门 与外国专家四方组成的委员会 经过反复协商 于1994年通过私有化方案 1996年完成其第一阶段的转制程序 此时据波兰巨变已经七年 而森吉米拉案例 一直被认为是波兰大企业 协商私有化进展顺利的典型 在其他案例中 连续四五个私有化方案 都被工会拒绝而流产的例子 比比皆是 其中最典型的 莫过于团结工会的发源地 瓦文萨原来工作过的 格旦斯克造船厂 该厂连续五个私有化方案 均未获工会通过 最后因拖延转制 企业财务状况不断恶化 到了团结工会下台 左派政府重新上台后 格旦斯克造船厂 终因资不抵债而被破产清理 全民评分国有资产 即未通过 在私人资本十分弱小的情况下 也不可能通过购买方式 置换国有产权 而波兰人的民主主义 尤其是波兰企业中 强大的工会力量 又使外资望而却步 这样波兰的私有化 就只能依赖于下列几种形式 对小店铺、小企业进行拍卖 由于其资本量小 容易购买 这项工作在团派政府时期 既已顺利完成 使波兰出现了私营小企业 与个体工商户活跃的局面 但这种小规模的私有化 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有限 在那些盈利状况好的优质资产中 内部职工本身就有较强的私有化动机 外部的购买者也愿意为此出资 在波兰当时的条件下 这种私有化通常以所谓 民主的内部人私有化方式进行 即由企业内部职工 以平等持股的方式 按优惠条件赎买企业 团结工会政府尤其支持此种做法 因为这似乎既符合 工会利益本位的价值趋向 又符合尽快把企业脱手的 自由主义改革观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国有企业迟早要陷入困境 趁经营状况好时尽早出手 还可以换回些资金 等企业拖垮了想卖也没有人要了 从格旦斯克造船厂的范例来看 这种说法也不能说全无道理 但另一方面 这样做也有两个不良后果 首先 谅女先嫁以后 丑女就成了国家的包袱 国家一方面给丑女提供大量补贴 另一方面 国库原来从谅女那里 获得的利税收入都没了着落 更有甚者 一些谅女出嫁以后 都以企业利益为重 想方设法满产逃税 规避各种社会负担 从而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困难 其次 按照平等股份制改造后 一些谅女企业的经营状况 反而不如以前 这是因为 从企业治理的角度看 均股制不易产生资产增值责任人 在这种大锅饭股份制条件下 有些企业经营的状况 反而比旧体制下 一涨制管理时期还差 这样 谅女先嫁后 利润不再为国家财政所有 改制效益明显的 一些企业增加的税收 又被满产逃税 和改制效益下降企业 造成的税收损失 抵消了许多 这对国家财政的不利影响 在1993至1998年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还不很明显 1999年以后 经济扩张受阻 财政问题就突出了 三 对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 由于难以卖出 绝大部分只能通过撤销 清理的方式来私有化 所谓撤销 其实是一种准破产程序 即进行债权债务清理后 把净资产分别变现 或者出售给其他企业 或者由本企业劳动 集体购买租赁后继续经营 国家不再对企业负责 这后一种安排 当时占大多数 由此便产生了下面 还要详论地狭义雇员所有制企业 四 无论是先价的靓女企业 还是被撤销清理后 又由本企业职工买下或租下 继续经营的仇女企业 初期的私有化 主要都按照均股治下的 ESOP原则进行 后来实践证明 ESOP方式对改善企业治理效果不佳 因此逐渐都先后通过 规范化的股权交易 向经营者持大股的经理买断制 即所谓MEBOS制度过渡 经验统计表明 MEBOS制的企业绩效 一般来说要好于ESOP企业 五 重新私有化类型 即把社会主义时代 没收充公的财产归还原所有者 这一政策在整个东欧地区 都实行得极为有限 它是按照巨变后形成的价值观操作的 它要否定的主要是 当年剥夺一般私有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并不否定 或者说很少涉及 当年剥夺法西斯 叛国者或军事独裁者的民主改造 与反法西斯改造 因此归还的主要不是共产党以前的传统统治阶级 而是平民小私有者 例如在集体化中被充公的小农地产 波兰由于20世纪50年代就已停止了集体化 农村重新私有化问题微乎其微 所以波兰的重新私有化 基本上只限于归还教会财产 这些财产大多是教堂建筑 收藏品等非生产性资产 因此总体而言 重新私有化对波兰的经济转轨影响不大 6. 外资进入型私有化 巨变后 东欧各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一直存在着自由化取向 与民族主义取向的矛盾 波兰历届团派政府在欢迎外资方面 比同期的捷克匈牙利右派政府要更为积极 但是波兰国内环境对外资进入却有诸多限制 外资进入无非是这样两种类型 一是投资新办新企业 二是参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 即购买或参股 投资办新厂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 波兰转轨前期休克力度大 在恢复稳定前 很少有外资敢贸然设立新企业 而外资参与国企私有化 则同样受到波兰雇员私有化本身的内部人控股性质的排斥 因此外国投资 很长一个时期在波兰的进展不如捷克匈牙利 1991年1992年 波兰分别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1.17亿美元和2.84亿美元 而同期捷克则吸收了5.11亿美元和9.83亿美元 匈牙利更吸收了14.59亿美元和14.71亿美元 波兰的外资投入数额虽不大 但对打破内部人控制是一个强大的刺激因素 尤其是拥有新技术 资本更新规划和客户资源的外资 更远比波兰本国的企业外资本更受内部人欢迎 同时外资的进入实际上促进了波兰的私有化企业 从ESOP向MEBOS企业的转化 而MEBOS方式由于结束了ESOP式的内部人控制 也更容易吸引外资 这两方面的互为促进 使得波兰对外资的吸引力 在转轨后期与MEBOS化的速度同步增长 1996年以后 波兰吸引外资的速度已超过捷克、匈牙利 1996年、1997年 波兰分别吸引外资27.49亿美元和30.44亿美元 而同期捷克只有13.88亿美元和12.75亿美元 匈牙利只有19.86亿美元和21亿美元 但如果按人均吸引外资计算 波兰仍不如匈牙利 3.高速增长与波折 波兰转轨的经验与教训 总结与教训 波兰经济转轨十余年来 既取得了前金户会国家最好的经济恢复与增长成就 也积累了许多问题 留下一系列的教训 总体上讲 波兰经济转轨是在一个工会力量强大 民主传统浓郁 具有很高的社会参与度和教农的平民主义色彩的背景下进行的 其正面的经验与反面的教训都与这一点有关 由于民众的广泛参与和配合 波兰较顺利地度过了转轨之初的休克阶段 1990年的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曾经感慨到 波兰新政府的紧缩政策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三分之一 按 后来的统计表明 此说有所夸大 但老百姓基本上一声不吭 而我们要这样干 那还不炸了锅 由于有转轨之初公众的配合 波兰的经济稳定措施一步到位 没有出现许多东欧转轨国家那种反复休克 阵痛延长的过程 虽然1990至1991年 波兰经济滑坡幅度较大 但是复苏也最快 而且其后的经济增长也最顺利 总体平衡起来 波兰所付出的转轨代价 应当说是前金互惠国家中最小的 与经济稳定战略相比 波兰的私有化过程远不能说是激进的 无论是与捷克的分 还是与匈牙利的麦相比 它的产权变革过程都要缓慢和复杂得多 而且其中经历了若干过渡形态 例如从ESOP到MEBOS 在此过程中 波兰人付出的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也较大 但是也正由于产权改革中广泛的民众参与 和充分地讨价还价 使得波兰的产权改革后遗症比较少 尽管私有化速度缓慢 但经济增长成绩却比私有化速度更快的捷克 匈牙利要高 这个趋势保持了八年之久 基于同样的背景 波兰在变革中较好的处理了社会保障问题 转轨期的社会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波兰的贫富分化程度 在转轨国家中是较低的 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说 1987至1988年到1998至1999年 波兰历经11年转轨 基尼系数只提高了0.02 而俄罗斯提高了0.23 捷克提高了0.07 匈牙利也提高了0.025 在所有转型期国家中 波兰的收入分配平均度仅次于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在转轨十年以后 基尼系数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降低了0.01 但一般认为 斯洛伐克的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 波兰经济改革中 较好的抓住了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个要害 由于这一领域的商业化改造取得进展 波兰没有像捷克那样 长期对企业采取由银行给予大量补贴的 反坚并反破产的消极保护政策 在整个转轨时期 波兰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破产 新建 重组 频率都比较高 特别是1993年 政府采取了 鼓励巨变支出 大量不良金融组织进行重组 破产和合并的整顿措施 使银行数量减少 而服务质量提高 并有秩序地向国外银行开放市场 从而使银行和贷款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都得以改善 90年代后期 波兰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 和资产重组率 形成良性互动 使企业活动拥有一个稳定的金融基础 也使得1997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对波兰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程度 由于波兰转轨进程民主化程度较高 社会监督有力 转轨期的体制性腐败 与权力寻租活动 与临近的捷克匈牙利相比 更不用说与俄罗斯相比 都是比较少的 历届政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 也都能保持相对清廉 像匈牙利的托奇克丑闻 俄罗斯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 波兰都没有出现 但是波兰转轨中负面的教训也不少 而且在2001年经济危机中已逐渐显露 这些危机与上述经验都与波兰经济转轨的平民主义特征有关 可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波兰私有化前期 靓女先驾的特点较为突出 这除了与政府决策者的激进私有化思想有关 主要还是迁就企业内部职工意志的结果 因为越是盈利的企业 其职工就越倾向于积极地私有化 以求肥水不流外人田 而亏损企业的职工则更倾向依靠政府保护 反对国家甩包袱 但事实证明 靓女先驾式私有化 对国家财政造成的消极影响是相当严重的 它使政府财政收入流失 补贴仇女的财政负担加重 这种做法对财政的损害 在经济繁荣时期容易被掩盖 到1998年 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就表现出来 由于盈利企业基本价出 亏损企业剧增 国家财政陷入灾难性的困境 工会对转轨的影响巨大 还导致波兰政府在私有化过程中 对中小企业缺乏保护 和激励政策 事实证明 在经济转轨时期 大型企业适应性较差 难以在短期内有大作为 而中小企业传销好掉头的优势明显 能够成为新的增长亮点 这几乎是一个无例外的普遍现象 因此在转轨国家 在摆脱休克恢复增长的时期 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都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而波兰由于工会对经济政策影响巨大 工会力量又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 致使波兰政府的转轨政策也明显地向大型企业倾斜 而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在较为可比的维谢格拉德国家中 波兰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相当落后的 据统计 每一千人中拥有私营小企业的数量 捷克是68个 匈牙利51个 而波兰只有27个 在波兰这类企业中 90%的企业雇员不足10人 其中70%只有2人 这样的公司如果没有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 是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的 即使在中小企业最有作为的商业服务行业 由于波兰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 小商家的日子也很不好过 这些年来 德法等国的商业巨头 纷纷在波兰建立为数众多的大型超市 仅在人口100万的罗瓷市 这样的超市就多达17个 强大的竞争力 使波兰势单力薄的小商店难以招架 更何谈发展了 同样由于工会在转轨进程中的作用 波兰在劳资关系中 过分向劳方倾斜的政策 以及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和转轨期财政困难条件 许可程度的社会福利政策 也给经济的复苏与发展造成严重困难 在长期由工会掌权的波兰 休克的那两年 由于紧缩政策要求冻结工资 开放物价 职工平均实际工资 巨降三分之一 降幅超过同期经济产值滑坡的幅度 那时职工虽然也有怨言 但凭着对民主转轨的认同 与对未来的良好预期 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代价 这种心理基础是波兰能够较快地 挺过难关的原因之一 然而经济恢复增长之后 波兰民众要求实现良好预期的压力增加了 这种压力通过工会传导到政府与企业决策 使波兰工业工资从1994年起回升 并且增势强劲 1998年后 波兰经济增速放慢 而工资增长反而加快 2001年 波兰经济仅增长1.1% 为中东欧最低 而工资在当年第三季度 人均已达2047.29次罗提 和445.1美元每月 前三季度 人均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8% 是中欧最高增幅 这样的增幅显然缺乏基础 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工资之外 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基金 10年来更是高速增长 从转轨初期相当于职工工资的58% 到2001年已超过90% 如企业职工实际工资为300美元 则业主需支付约570美元 以至于工会下跑投资者 和国家福利负担导致的财政危机 使波兰经济在21世纪初陷入困境 尤其让人惊讶的是 波兰农民 自有小农 也享有高水平福利保障 为维持农民的工匪医疗 退休金等 国民经济各行业 每个就业者 每年需平均转移支付 约415美元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专家 在考察了波兰现行法律后 身为波兰企业家教区 现行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 不是劳资两利 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 他认为这是波兰经济搞不好的教训之一 在中东欧各国中 退休人员和抚恤金领取者的人数比例 波兰超过任何国家 波兰在东欧各国中 社会保障待遇是最高的 这显然超出了波兰经济承受能力 企业负债累累 目前全国企业对社会保障局的欠款 已高达200亿磁罗提 约合50亿美元 看来 社会保障政策应是经济实力而定 而不是屈从社会压力 实行脱离实际的政策 与高福利并行的 便是高税收 转轨以来 波兰企业税种增加 税率提高 到2001年 企业所得税税率平均达到40% 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 许多企业纷纷倒闭 有时甚至整个行业倒闭 终于导致经济危机 2001年1至9月 企业毛利率下降三分之一 净利率下降一半以上的恶果 总之 波兰转轨以来 虽然不少执政者 绝不仅仅是右派 具有自由市场制度优越的理念 但在波兰高度发达的民主 与工人运动传统下 他们的执政实践 却具有十分浓厚的 社会民主主义或公联主义色彩 而且绝不仅仅是左派如此 因此说波兰转轨中的问题 就是自由市场崇拜 或新自由主义所致 这个说法没什么道理 实际上 在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无限制地实行高税收 高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 反而导致了 不利于劳动阶层的后果 由于工资及社会保障增长过快 企业负担沉重 反而无力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而且工会越是使企业难于解雇工人 企业就越发不愿多雇工人 同时过高的社会保障 也削弱了人们求职的积极性 其结果是 工会力量强大的波兰 同时又成为失业问题 最严重的中东欧国家 制度转轨十余年来 失业问题一直是严重困扰波兰当局的大问题 1994年 失业率一度高达16% 创失业率最高记录 1997年曾下降至10.9% 可是1999年 失业率再次上升到13% 2000年又继续攀升至15% 2001年年底 失业率为17.3% 2002年预计将达到18.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定比例的失业率 普遍认为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必须 但谁也没有料到 转轨十余年之后 波兰失业率会再次攀升到如此严重地步 再度成为波兰社会的头等问题 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此外 波兰经济转轨中还有一些教训 如波兰金融改革的成功 使得银行经营高度商业化 注意贷款企业绩效 避免给经营不良企业做无效输入学者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减少不良贷款 降低金融风险 同时切断企业吃银行的大锅饭的希望 也有利于促使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这本是波兰的正面经验之一 尤其与捷克政府 使银行违反商业原则 给不良企业书写的弊病相比 波兰的做法 历来既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世界银行等方面的赞扬 也是左右各派 历届政府都予以肯定的成就 然而凡事只怕物极必反 最近也有论者指出 波兰银行的商业化已经过分了 实行了私有化的波兰银行 出于对资深利益的考虑 只为那些经营良好 支付能力强的企业服务 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 获得最佳经营效果 由于许多企业贷款后 难以迅速改善绩效 提高还贷能力 于是如今大多数银行 逐渐撤销了对企业的贷款 改为提供收益比贷款 高两倍的保险业 他们对利率高 周转速度快的证券和国库券感兴趣 这样一来 波兰的私营企业 大多缺乏发展资金 没有银行的支持 更难以进行企业现代化改造 那些急切希望 得到银行支持的企业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只好以极为苛刻的条件贷款 利率高达18%至22% 即使如此 私营企业也难以贷到款 许多企业为了维持生计 向外国银行贷款 截至2001年年底 这类贷款已高达350亿美元 左派政府的政策调整 与未来经济展望 综上所述 波兰经济转轨中的许多利弊 都是互相缠绕 难以分清的 工会参与增大了转轨中 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 但也增强了转轨结果的合法性基础 金融改革先行 有利于减少金融风险 促进企业改革 但也使大量困难企业 告代无门 更加度日如年 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 帮助劳动者 适应新的经济体制 但保障的过分 也会使企业不堪重负 甚至引发国家财政的危机 相反 经济萧条直接导致高失业 但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对于这些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的因素 不可能用大转变方式来解决 因此 2001年新上台的中左派政府 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 力图使2002年危机不再深化 经济保持1%的增长 然后在2003年 2004年两年中 分别使经济达到 3%与5%的增长率 根据这一战略 政府宣布在4年任期内 着重要抓的工作是 1.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经济 增加出口 2.鼓励企业投资 增加就业 3.抓住发展关键 努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经过半年多的调整 目前在若干领域 已出现复苏迹象 5月初 总理米莱尔宣布 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但要真正恢复增长势头 恐怕要到2003年下半年 总之 转轨十年来 波兰经济取得不小的成就 如今虽然遇到危机 但不会根本改变 经济上升的势头 更不会扭转 市场化 私有化的方向 如今波兰80%以上的 经济实体 均为私营企业 商业服务业 几乎100%实现了私有化 大部分银行也如此 其中60%以上的股份 掌握在外国银行家手中 国营经济仅限于对国际民生 具有关键意义的领域 例如矿山 铁路 森林 海洋资源等 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 私营企业创造的产值 已超过总产值的78% 就业人数超过就业总人数的73% 政府宣布 私有化扫尾工作将在2005年前完成 波兰不仅在民主制度的支撑下 基本顺利地完成了体制转轨 而且转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和经济绩效的提高 也是有目共睹的 尽管波兰近年经济形势不佳 但2001年经济总水平仍然超过1989年 巨变前的27%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欧元大关 达到2027亿欧元 已相当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78.2% 俄国内生产总值为2590亿欧元 两者仅相差563亿欧元 与西欧的差距则在缩小 每年以一个百分点速度接近欧盟 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数据都是按汇率标准计算的 如果按购买力评价标准 则转轨的经济成就更明显 制度转轨前 波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按购买力计算约为4000美元 现在达到9000美元左右 翻了一番多 巨变前 波兰通货膨胀率为120%至160% 现在已稳定在3%左右 2002年只有2.8% 巨变前 波兰货币 磁罗提同美元的市场比价 是1美元兑换80至140磁罗提 现在5年来均稳定在1比4.1左右 而且是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 完全靠市场形成的比价 说明市场经济机制 在波兰已经正常运转 1989年 波兰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5至38美元 现在是400至600美元 增加了约16倍 当然 当时最廉价的白酒每瓶是0.6美元 现在要4.5美元 价格提高了约7.5倍 但是收入的增长 还是远远高于物价的增长 人民购买力和生活水平 无疑是提高了 关于恩格尔系数的家庭调查数据也表明 1989年 波兰居民家庭平均食品支出 占收入的46% 而到1996年 只占37.8% 聚变前波兰家庭轿车拥有量约350万辆 平均10人一辆 转轨进程中1991年为526.1万辆 1995年为751.7万辆 1996年已达809.5万辆 平均每10人中已有2.1辆 1995至1998年3年来 私人小汽车销量每年增长50万辆 而1999年头8个月就增加40多万辆 再创记录 导致一年 波兰三分之二的家庭有私车 其中35%的家庭有不止一辆 可以说 波兰人的消费水平已由聚变前的电视普及时代 跨入如今的轿车普及时代 提升了整整一个档次 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 波兰人的平均寿命也普遍提高 聚变前 男子平均寿命为69岁 现在是74.5岁 妇女平均寿命由当时的73岁 提升到现在的78岁 回归欧洲与加入富裕工业化国家俱乐部 是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象征性目标 波兰已经于1999年加入北约和金河组织 并已完成入盟谈判 在2004年加入欧盟 但波兰参加欧盟后 仍需经过一个过渡阶段 在2008年才能参加货币联盟 使用共同的货币欧元 这时波兰回归欧洲的愿望将基本实现 当然 要使波兰经济赶上西欧发达国家的水平 还需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另据《华盛顿邮报》 2001年11月13日报道 波兰被HERITAGE基金和《华盛顿日报》 列为2001年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这一经济自由度排名中 2001年波兰在156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71个国家和地区 被列为经济自由行列 中排名第45位 比2000年的54位上升了9位 总之 经过12年的发展 波兰经济转轨已经可以说是尘埃落定 今后波兰经济正如一切市场经济国家那样 有繁荣也会有萧条 当然也免不了遇到危机 但市场经济这一走向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